在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首尔之际 朝鲜再度提高威胁调门 声称其所谓强大的攻击性武器已经准备就绪 紧张情绪依然笼罩在这一地区 继续请看报道 试射一枚中程导弹 以显示有能力打击该地区美国目标的猜测增多 尽管如此 前往两韩边境访问的游客依然络绎不绝 游客可以在韩国一侧的一个观望塔上看到朝鲜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熙一再表示 韩国军队已经准备好拦截任何来袭火箭 北韩发射弹道导弹是针对国际社会和朝鲜半岛的挑衅性的举动 所以我们希望北韩不要进行发射 如果他们这样做 我们已经做好各种应对的措施 金敏熙说 韩国不相信朝鲜已经拥有能够装载在导弹上的小型核弹头 星期四 一份新的美国情报分析披露 美国国防部所属的这个情报机构 已经比较确信朝鲜拥有这样的小型核弹头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抵达首尔 与韩国官员会晤 随后他将前往中国和日本 朝鲜最近的威胁是由其非军事机构 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出的 该委员会声称 朝鲜的攻击武器已经做好发射准备 尽管没有明确指出是何种武器 但从此言辞看应该指的是导弹 日本方面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说 日本政府正在加紧部署反导弹能力 防卫省一直在考虑如何加紧防卫措施 时刻保护日本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目前我们决定在四月底前 尽快在冰松 纳坝和支念 部署爱国者三反导弹系统 星期二 日本已经在防卫省总部 远离东京市中心的基地 部署了爱国者三型导弹 美国人 美国人 美国人